清水岩那邊就是 還在,他們都沒有走 而且這個地點一直到荷蘭時代統治的時候 它還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域 你們可以看到荷蘭人的地圖跨達 這個地方有寫一群人住在這裡 這群人叫做Doratok 我們不知道他是不是Doraemon 人住在這裡 所以還是有人住在這裡 只不過這群人比較不接受荷蘭人的統治 他跟高雄的Takariang的人一樣 就被荷蘭人稱為高雄打狗野人 那就不服從他的統治的打狗野人 所以呢,這個打狗野人他就打他 他就往東邊的那個丘陵地帶退過去 這個東邊的丘陵地帶退過去 對,荷蘭人統治其實也不是非常長啦 大概1635年才真正到屏東 真正北到這個麻豆和那個 那個現在的雲林 然後接著才到台中 然後他跳過去 然後跳到這個北邊 先把西班牙人趕走 然後才用跳的 用船這樣一路一路繞繞到東部去 去找金子 他到了利無西流域去找金子 就是那個Takiri的那個地點 那這些呢,現在考古都可以證實啦 很有趣的一個過程 比如說雲林 我們可以發掘到 我們可以採集或考古發掘或挖到 荷蘭時代留下來的東西 那麻豆也有 麻豆我都挖到了 那很特殊的 把它們用的東西 那像這樣呢 我們假如把這個歷史 連起來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清楚看到 哦,原來他是這樣 有些人啦 是不會在 國家的體制裡面生活的 就記錄不到他 就像我想 鄭成功時代來了以後 我們就把 這個鄭氏家族來了以後 我們就把台灣的歷史 就當成只有正式家族在台灣 那就其他人 就全部都好像不存在 其實不是的 同一個時間 荷蘭人還在 留在台灣 OFLAB大概六七年左右的時間 那同一個時間 台灣原住民還佔有 台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 所以 那些原住民到底是誰 他們是怎麼活的 其實考古研究現在 很精彩 像宜蘭的齊武蘭遺址 就出土非常多非常多 然後 那個時代的外來的東西 也就是說 在那種時候 國家體制之外 它的貿易 或交換關係還是存在 所以這很好玩啦 好 那那個 谢谢大家